哈喽哈喽,欢迎来到全世界的频道,我是旧修丽 没错,今天又到了试吃的时间 那上次那个吃鱼罐头的视频 我已经说过这里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罐头 那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广东人的原因 我们比较少吃罐头类的食物 那比如说这里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罐头 那我看来都是有一点奇怪的东西 那我就会想去试一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 那今天要试吃罐头是各种蔬菜做成的罐头 那我们开始吧 第1个 这个是胡萝卜还有青豆罐头 这个应该是淡的吧,我觉得 我们试一下 哇 没什么味道 有点点咸菜的味道 加个大点吧 加个大点吧 完全是淡的,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味道 还有淡淡的红萝卜味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也不难吃 下来咯 哇,这个 这个反正我是没见过 这个叫棕榕心 你没见过 这是棕榕树的心 然后智商的罐头 这有点像我们那里的笋 然后应该和笋差不多吧 我觉得 倒开 哇 哇 我是喝一下这个汤汁 哇,好咸啊 哇,这个好咸啊,这个是咸的 嗯,我试一下 刚喝那个汤的时候是咸的 然后吃这个棕榕心的时候 里面有一点点酸口 然后再加一点咸 这个应该是给肉类当配菜 然后应该会是一个蛮开胃的东西 有一点点酸口 没什么特殊的 下一个 啊,又是一个 我没有吃过的东西 我甚至现在都没见过 这个叫 杨记 哦,发音应该没错了 这个叫杨记 啊,吃一下 还是先喝一下汤 嗯 有点酸 然后还蛮清爽的那种酸 这个应该是杨记的心吧 羊子好丑啊 我试一下 这个汤呢,还算蛮清爽的 但是没想到这个杨记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味道 有一种酥料的味道 哦,就是那种烧焦的酥料 特别奇怪 我要吃 好,这边 下一个 啊,这个应该大家还是蛮熟悉的 芦笋 啊,这里有各种各种芦笋 嗯,我挑了一个比较小的 不要浪费 对吧 啊,轻松多了 嗯 金银地头 还是蛮漂亮的 这是,水的味道 哇 哇 哇,这是不是坏掉了 有点苦啊 有一种 有一种特别特别略致的五龙味 这是不是坏了 特别奇怪 还有点苦 超级难吃 啊 浮粉浮粉 下一个 嗯 芹菜 芹菜 这是芹菜切成丝 啊,我应该没看错 这显示芹菜 那芹菜哪里呢,我就不知道 怎么都有一点点那种 塑料的味道 这就是那种防腐剂 这种味道呢 入口是咸的 然后越嚼越酸 然后那个味道 有一种西药 味道 真的是能吃吗 还是文物浆茶才好吃 可怜的味道 下一个 辣椒 应该是好椒 这个是 一种 灯笼椒 来试一下 看辣不辣 一味 嗯 看浓的辣椒味 但是 没有像那种泡椒的味道 但是这种辣椒味 感觉像那种 买了很久 在袋里面放了很久的青椒 坏掉了一样 这味不辣不辣 整个吧 哇 辣的 它这个是整个辣椒 然后里面的辣椒籽来带 咬到那个辣椒籽的时候 就有一股 很刺激的辣味 然后过一股 像现在 也就几秒钟 它的辣就慢慢慢慢都不 没有了 有一点咸 就好像不如我们的泡椒 这把味也太糖了 那试一下我们的泡椒吧 土豆 泡土豆 你吃过吗 反正我是没有吃过 试一下 有很萌的土豆香味哦 先喝汤 嗯 感觉就是盐水 拿一块 这个可能是到现在为止 最正常的一个 因为它完全保留了 土豆原本的味道 然后它有一点点鲜 有很香的土豆味 可以说是 还蛮好吃的 我觉得 这还蛮不错的 最后一个 这也是辣椒 这是墨西哥的一种 大的辣椒 看这样子很难吃 没办法 买了买了 那味道很刺激 哇 好大呀 过来味道辣不辣 这一整盒 看看味道特别重 这一整盒 是真的 啊 它一丁嘴的味道呢 是有点酸 然后有点有点臭 它特别辣 哇 我想到这么大一颗 好辣啊 不好意思我没吃下去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人实在太幸运了 就算是罐头也可以做的很美味 像他们这些 真的好难吃啊 可能我的食用方式不对 可能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和其他东西一起烹饪以后 待会再吃可能味道会好一点 但是我看到这些东西 我想试一下 这种 直接开直接试 这种味道是怎样的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击关注订阅还有点赞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